百合花 百合花在每年的2到3月份种植最好 此时的气温在15到20度之间 光线将会柔弱 土壤和空气中的湿度较高 有利于植株 并且此时种植等到4月份左右 百合花就会盛开出花朵 百合花不带水稿 养护时要为期每隔5天左右浇一次水 让土壤的内部保持微湿偏干的状态 以防土壤内潮湿或积水 导致百合花出现烂根和病虫害的现象 在百合花进入花期前 要为期施加一次稀释的链架肥 促进花苞的生长 等到百合花花期结束后 还要为期补充多元素肥料淡肥等 为蜘蛛来年开花做好准备